美国总统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可突然他的鼻子开始流血 下一秒大量鲜血从口鼻涌了出来 总统应声倒地 当场死亡 整个白宫乱成一团 但这还没完 因为接下来国防部长 商务部长 财务部长 在场的所有男性 全都瞬间暴毙 这场灾难很快席卷了整个美国 街道上充斥着女人的尖叫 和散落一地的男性尸体 汽车不受控制 横冲直撞 飞机无人驾驶 直接坠毁 整座城市如同末日降临 一切都突然停摆 由于男性大培养死亡 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打砸抢烧事件 那些失去丈夫跟儿子的女人 像是困兽一般 直接杀进华盛顿 将愤怒和恐惧 发泄到了同胞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 政府却无力镇压 因为那些能维持秩序的警察 军队全都死了 男性突然消失 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 政府高层职位严重空缺 根本没有人可以下达命令 就在这时 一名正在竞选总统的国会议员出现了 他提议 按照继位顺序 由自己暂时接任总统的职务 希望重组政府 尽快扭转局势 平息暴乱 通过大数据分析 他们得到一个信息 这场灾难的来源 是一种只针对歪染色体的病毒 也就是说 用不了多久 全世界男人都会遇难 时间紧迫 他们必须赶快想出应对方法 但随着工作推进 问题也接踵而来 交通 通讯 能源 电力 这些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 全部瘫痪 仅存的女性无法完成接替工作 灯塔国马上就要重回黑暗时代 更恐怖的是 还有两亿多具尸体横在街头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随后便是瘟疫盛行 而最最重要的一点 没有男性 人类该如何繁衍下去 整个美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而一个男人才刚刚醒来 他就是全人类 仅存的一名男性 这个男人被总统下令 要在三天之内 跟一千名女性发生关系 因为他是全世界 仅存的一名男性 人类繁衍的重任 要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就在三天前 一种神秘病毒席卷全球 他只针对歪染色体发动攻击 所以全世界男性 在几秒之内 全部包庇而亡 就连雄性动物 都没能成功逃脱 神奇的是 尤里居然莫名其妙活了下来 当他一觉睡醒时 外面已经如同世界末日 变成了一片狼藉 他先是给女友打去电话 但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他只能亲自来到女友家 用油漆 喷上了自己的讯息 突然 一辆庄稼坦克驶过 尤里慌忙躲藏起来 他从后门溜了出去 想顺着地下通道离开 可里面不满积水 又脏又臭 没办法 他只能原路返回 中途路过一家干洗店 尤里想换套干净衣服 结果刚透了个金光 就被几个中国大妈逮住 因为语言不通 他差点被当场击毙 最后还是用半块势力架做交换 才捡回一条小命 尤里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他又来到姐姐家 可楼里一个住户没有 都已经撤离到别的地区 尤里实在太累了 一下子回到熟悉的环境 困意止不住地往上翻涌 他倒头就睡 但就在半夜 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他拿起身边的吉他 准备一招制敌 可还没来得及动作 就被压在了地上 之后 尤里被直升机送到白宫 总统正一脸焦急等待着他 因为他不仅是唯一幸存的男性 也是总统的儿子 这是美国最大的阴谋 一种只针对男性的神秘病毒 从纽约研究所蔓延出来 全世界男性在几秒之内全部暴毙 唯一活下来的竟然是总统的儿子 他看似坐拥挤异后宫 可实际上 这个唯一的男人 引发了全美暴动 因为在这场灾难中 无数女性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儿子 父亲和男性朋友 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偏偏总统的儿子活了下来 他们高举直板 围在白宫周围发出抗议 大骂总统是个骗子 更糟糕的是 拥有总统继位权的女人 突然在以色列苏醒 一旦她恢复健康回到美国 势必要争夺这个位置 到时候 尤里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没办法 总统只能安排秘密特工 带儿子逃离华盛顿 去哈佛寻找博士 破解身上的惊天秘密 试图拯救这个世界 他们收买了两名飞行员 负责护航任务 然后将尤里伪装成尸体 成功运出白宫 但就在飞行途中 护航的飞机莫名起火 随后发生了爆炸 一瞬间 火光冲天 两名飞行员当场训职 尤里大声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但黑人特工面无表情 只说了句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原来 这两位飞行员 就是那天晚上 将尤里送回白宫的人 也是除了总统跟特工之外 唯一二知道尤里还活着的人 这两个人从一开始 就在宣泄不满 凭什么 自己的家人都死光了 总统的儿子 却能毒火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去年11月份的美剧 《歪然色体》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